大家好,我是W Wu 这是谁? 这就是我们的 小猴顿啊 Wu 小猴顿 OK 他叫什么?他叫做 小虎小猴顿啊 来来来,放大一下 小虎小虎 小虎小猴顿 Wu 为什么他叫小虎小猴顿 因为 他喜欢吃宵夜啊 Wu 我们的 纸巾酱舞 夏猴顿 喜欢吃宵夜啊 可是很奇怪耶 夏猴顿他喜欢吃宵夜 可是为什么他的腰可以那么细啊 你看 你看这是他的肩膀 这个是他的腰啊 也太细了吧 Wu 而且他的腿 他的腿也蛮细的啊 Wu 该不会夏猴顿 该不会你的下面 你的小弟弟也一样很细吧 什么鬼啊 小虎夏猴顿 喜欢吃宵夜的夏猴顿 吃不胖的夏猴顿 OK Wu 来再说一下他的牙齿 来再放大一下 Wu 你看他的牙齿 Wu 他在代言那个牙膏的广告啊 Wu 你看各位 我的牙齿多白啊 Wu 什么 长山赵子龙赵云就代 什么 代言那个美白产品 美白产品 你看他的脸多白 然后我们的小虎夏猴顿 就代言那个 牙膏的产品 Wu 牙齿多白啊 你看 还故意 Yi 来给大家看 Yi 你看我的牙齿多白 OK 出了 啊 啊 OK Wu 离题啦 不要再说了 好 进入正题 Wu 小虎 欸 小虎夏猴顿 OK 资金品质 勇敢 有担当 OK 主曹操 十仙大爷 我们的曹操 猫头鹰 OK 猫头鹰超操 OK 武将技能 OK 韩月刀 韩月刀就是 普通技能 啊 攻击一列敌人 欸 又是攻击一列 跟红将一样 OK 攻击一列敌人 对其造成大量的物理伤害 有一定概率降低目标 两点怒气 若目标生命高于50% 这额外造成数倍的物理伤害啊 什么屁股啊 这个是 这个是普通 普通攻击 普通攻击还可以造成 数倍的物理伤害啊 男男的 而且怎么 赵云 赵云是回怒啊 加怒气 然后这个 下猴吨就是 减怒 降低敌人怒气 OK 不错 相反 OK 再来就是怒气技能 韩月金刺 OK 金刺 攻击敌方一列 对其造成大量的物理伤害 有一定概率降低目标 两点怒气 有一定概率降低目标 50点 杀云值 哦 诶这个 这个很特别耶 降低杀云值耶 杀云值就是那个触发 必杀技的啊 诶他的怒气技能 竟然可以 有概率降低敌方的杀云值 50点耶 哇 好屌哦 下猴吨 好特别哦 这个这个效果 同时造成 寒 寒 寒香 寒香效果 寒霜 寒霜效果 OK 使铜牌武将进入 立军状态 持续两回合 同时降低敌方全体一定比例的伤害增加 持续两回合 OK 降低敌方的伤害增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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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哇 很屌 这个降低杀云值 OK 再来看一下 OK 兵级无双 兵级无双就是 必杀技了 攻击敌方一列对其造成大量的物理伤害 有一定概率降低目标 两点陆续 OK 就是这样陆续 有一定概率降低50% 50点啊 又是50点杀云值 哇 很屌耶 他的怒气技能和必杀技都可以降低50点杀云值耶 很过分耶 下好多人怎么那么屌啊 而且同时还造成寒霜 OK 效果 使全军武将进入立军的状态 持续两回合 同时提高自身一定比例的 伤害增加和伤害减免 一样耶 跟那个赵云一样 也是有提高伤害增加伤害减免 OK持续两回合 寒霜的效果就是额外造成数倍的物理伤害啊 又是这个额外造成数倍物理伤害 若目标处于减养的状态 则造成双倍的额外伤害啊 减养状态就是什么屁股都可以啊 减养 就是我降低你攻击也是减养 我降低你防御也是减养 我降低你伤害增加 伤害减免 我降低你什么屁股 都是减养状态耶 那么这个很不错耶 这个效果比赵云好耶 赵云是好像 好像应该是50%的血以上才能造成双倍的伤害 50%以下的血就不可以造成双倍耶 可是这个它是处于减养耶 处于减养状态好像比较容易触发这个效果 下猴吨好像整体来说都比赵云好耶 来来的 OK这来看一下 立军OK 每次行动恢复 每次行动恢复释放者攻击力 一定倍速的生命值 还可以回血 奶奶的 你还可以回血啊 不知道回多少血啦 每次行动OK啦 OK这个应该是被动了啦 被动技能 怒血寒暮 OK 自身受到单次伤害 不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的一定比例 OK 其他 其他有方武将受到单次伤害超过自身最大生命的一定比例时 降低一半伤害 嗯 降低一半伤害 OK 同时自身 每次受到伤害时 提高自身一定比例的攻击力和伤害增加 最多叠加10次那么多 哇 每次自身受到伤害然后可以提高自身的一定攻击力 伤害增加耶 他是攻击力跟伤害增加各位 跌加10次啊 他每跌加一次多少 应该是5%吧 应该是每5% 然后可能7星的话 他7星可能是10%之类的 那么就很屌啊 可以跌加10次 圣经病啊 哎 感觉有点逆天耶 感觉他真的是越来越屌耶 感觉他整体真的是比赵云好很多耶 OK 持续到战斗结束 还没有回合限制啊 持续到战斗结束 并有一定概率回复自身怒气 奶奶的你是蜀国啊 下猴吞你还可以回怒气 你捡人怒气 你捡人家杀意词 你还要回自己怒气 你奶奶的 你看是不是 这个下猴吞有点 果然是 什么吃不胖的下猴吞 苗条身材下猴吞 OK 当消虎下猴吞生命首次低于50%时 进入血肚状态 哇奶奶的还有什么状态啊 怎么那么多状态啊 很屌了 你已经很屌了 你还有状态啊 并且消虎下猴吞 必杀即可释放次数加1 哦 我觉得 W觉得应该是这种 纸巾匠第五代 全部应该都有这种什么 必杀即都可以额外再释放次数加1 应该是这样 嗯 他的血怒状态就是 免疫所有控制 并且没回合第一次任意攻击 可额外召 可获得额外一次行动机会 啊 奶奶啊 你有什么屁股啊 就 就代表就是 下猴吞的血当第一次低过50%时 OK进入血怒 血怒就是可以免疫所有控制 我怎么控制你的控制不到 OK下猴吞 OK 并且每回合第一次的任意攻击 蛤 我没看错吧 我还以为只有一次啊 它是每回合第一次啊 每回合第一次啊各位 代表就是如果这个下猴吞 它在第二第三回合的时候 它的血量当第一次低于50%时 之后的第四回合 第五回合 第六回合 第七回合 第八回合 第九回合 不管啊 总之不管之后的每 因为它是说每回合嘛 每回合的第一次任意攻击啊 都可以得到额外的 哇 得到额外的行动机会啊各位 太夸张了啦 我还以为只有一次啊 我还以为只有什么 之后的每 之后的 好像第三回合 只有一次 或者第四回合 只有一次 然后之后就没了 你是每回合耶 哇 我的天啊 奶奶的啊 他真的 目前为止他真的超强啊 长山赵子龙已经出了嘛 他比赵子龙好太多了吧 哇 很逆天耶 魏国又是魏国 每次都是魏国啊 官方就很喜欢魏国啊 为什么啊 魏国到底 给了你什么好处啊 你把夏侯敦弄的那么屌 赵子龙很帅啊 为什么赵子龙比他差那么多啊 目前为止啊 W真的觉得这个夏侯敦真的好逆天啊 就是厉害 这超厉害了啦 又可以降低人家的怒气 降低人家杀意识 又可以跌加攻击伤害什么屁股的 然后又可以回自己怒气 然后又可以什么什么屁股什么屁股 哎呀 很厉害就对了 我只是不知道怎么说啊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目前为止啊 魏国还没出啊 魏国也明天出 魏国明天出 然后群雄 应该是后天出吧 可是目前为止 夏侯敦真的超厉害 太屌了 太屌了 你奶奶啊 苗条 吃不胖的下猴顿 OK 不想说了 OK OKOK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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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经学不可弃也勇敢国敢 咦 勇猛国敢 OK 不愧为力敌万军的猛将 OK 猛将猛将 OK OK 这个是什么 纵死生死 这个张阳这个什么 我也定要寻到他们 这个是赵云的 龙胆亮影枪 OK OK 没了 哎呀 特别玩了 特别刷完了 OK 呜 奶奶的真的很屌啊 你奶奶啊 下猴顿啊 你该不会是最屌的吧 希望你不要最屌 奶奶的 每次都是为我最屌啊 哎呀 好 你就继续代言你的押膏产品吧 你屁股啊 OK啦 更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儿各位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订阅 分享,留言,点个赞, 打开 下小铃铛 就这样大家过门了 再见 最后再来说一次 你看 W看到他的手是在这里 他的手是在这里 可是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 这个是什么啊 这个是好像 好像没有手的一个袖子 不知道应该是造型 OK就这样大家 我们再见 BOO